被称为舍近男的刘子晨最近可是一直不太活跃 如今都有网友表示他是不是已经成过期网红了 可是好不容易安分了一点的刘子晨又开始在微博中晒进照了 这次他去了澳门三星旅游 这娃还真是挺有钱的呢 照片中的刘子晨穿着凉嗖嗖的短裤 这瘦成竹竿大小的一双腿也真是细得没谁了 不知道本人是真的这么瘦呢 还是后期修徒做成的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呢 刘子晨属于那种不化妆就不敢出门的人 实在没化妆就必须戴口罩 这暧昧的心态比艺人还严重呢 整容成这样在中国也算是第一人了呢 如此细的一双大腿这也是让网友们不认指示 大家纷纷表示实在看不下去了 简直让人分不清他的性别了呢 这样的穿着打扮也让人们有点接受不了呢 但是别看现在刘子晨并没有改变什么 如今却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不得不让人感叹 连刘子晨粉丝都这么多了 以后不敢骂他了 网友们在微博中骂了他一年了 还真产生感情了呢 不过看到最后一张 网友们又不断纷纷吐槽 柱子都屁歪了呢 慈禧一看还真是 看来这想发张照片也是相当不容易呢 后期修图就如此不简单